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风水出任务 我是李欣老师 今天李欣老师 带各位来到新北市 一个秀华姐的住家 其实在李欣老师 看过这么多的风水客户当中 当然大部分人 都是在想要求财 想要求事业 可是也有少部分的族群 他们想求的是要求健康 甚至要求的是子女的姻缘 今天秀华姐要求的 就是希望李欣老师 能够透过洋宅风水的规划 来帮助秀华姐 为自己家人的健康 还有儿女的姻缘 来达到一个加分的效果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 现在也面临到家人健康 或者是儿女姻缘的问题 赶紧记得帮助自己 把今天直播的内容 公开按赞按分享 同时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样子下一次风水出任务 在直播之前 你们就能在第一时间 收到直播的通知 好了 那现在呢 在镜头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李欣老师身后呢 是一个客厅 不用说也知道 这个客厅呢 它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很一般家庭的客厅 但是其实在客厅的另外一个角落 它是造成家里面人健康 还有家里面人感情问题的第一个远修 在哪里呢 就在李欣老师现在身后的这个位置 其实秀华姐的这个住家非常特别 它的住家呢 是两户打成一户 那一般我们印象中 两户打成一户 是水平的打 左边跟右边打通成一户 秀华姐是上下打通 所以呢 秀华姐在后面 透过装修上面 多加了一个楼梯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楼梯 造成家里面人的健康 还有家人之间的感情的第一个杀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般讲行上 以这个楼梯 这样下来画一个直角过去的位 你们看像不像一个剪刀口 这个剪刀口 简单的讲剪刀剎 无非就是代表着意外 代表着健康 还有血光的危害 特别是这个位置又在客厅 一般一样在风水客厅 这家人聚集 交流感情的地方 各位朋友 你交流感情的地方 你带了这么大的一把刀 你说家人之间的感情不受影响 那真的很困难 那么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当然最自然的一个方式 必须是会建议秀华姐 在接下来 如果说有考虑把整个电视柜 往前面移 移到哪一个方向呢 移到这一条线 移到这一条线 我们切起 我们切起楼梯这一条 然后呢 我们把电视柜移来这边 移来这边之后呢 那我们电视这里 我们就用 不管是用人造墙 或者是说用木头 或者是柜子都好 我们把这个剪刀口给弥补起来 如此简单生活美学的一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剪刀剎的问题 给化解掉了 好 那刚刚李星老师有讲到过 李秀华姐家里面 它是两户打成一户 各位你们猜一下 以目前这一个客厅 你们认为这一层 一层哦 一层有多少频数 李星老师给你们三秒钟 来我们请小助手 帮我们注意一下 有没有人回答李星老师的问题 好 三秒钟到了 好 来 李星老师跟各位说 这一层 十坪有五十坪 实际坪数有五十坪 那两层楼是多少 两层楼总共有一百坪 一百坪是什么概念 来 李星老师很快的带各位看一下 五十坪呢 你们刚刚看到的只是客厅哦 我们先来看到后面这里 延伸过去 还有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 我们再从客厅的另外一边 我们再延伸过去 来看的话 这里是大门 它大门开的是中间 往后面延伸这里又有餐厅 后面还有一个办公室 所以这一层楼有五十坪 其实一点都不足以为行 可是这就是接下来今天要讨论到一个非常重点中的重点 各位以正常来说一层楼五十坪的房子 一家五口人住刚刚好或者是甚至是说可能会有点过大 可是呢当两层楼打通之后一户变成了一百坪 或者是说我们的权状上面 它登记的可能就是一百三十坪甚至是一百四十坪 各位朋友 你现代人你要在新北地区买一百四十坪的房子 只有五个人住 这个对于洋宅风水简单的四个字 叫做宅大人少 宅大人少 宅大人少直接第一个问题 人气不足 各位朋友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洋宅风水讲求这是长风 那气我气一定要足够 气足够之后家人之间感情才会好 我的收入才会正常 我的财富才会丰富 我的健康才会没有问题 我想要求姻缘 求桃花 求人气 才会顺风顺水 可是当我们宅过大 它的宅气不够的时候 这个房子就会让人气去来补宅气 老师再说一遍 宅大人少 宅会用人气去补宅气 当人气去填补了宅气之后 健康会走下火 你的钱赚再多都会容易留不住 家人跟家人之间 没有办法交心的对谈 最重要的 子女如果要求桃花 永远都是盘花一现 我交得到男朋友 但是我交不朽 我交得到男朋友 但是交得都是渣男 就会容易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接下来 李星老师要带各位上二楼去看一看 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让你们感官视觉 冲击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宅大人少 在李星老师带各位上二楼之前 赶紧帮李星老师帮自己 把今天直播的内容 共开分享 按赞 还一起通知小铃铛 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我们一起上二楼看一看 哎哟哇塞 庭院生生 盛影大哥下一句是什么 你知道吗 生极雪 庭院生生 生极雪 好的来各位朋友 来我一再讲人宅大人少 我们今天李星老师在看 洋在风水的时候 有一个步骤非常重要 李星老师一定会透过测距仪 来测量实际的这个距离 因为李星老师会画平面图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来 这个宅到底有多大 那个我们可以请帮我把那个门链 拉起来吗 门不是啦 后面的门链 后面的门链 最后面那个房间的门链 呀呀呀呀呀呀 你看我们的小帮手 它是用跑步走过去的 好你们看哦 这个点 这个红色的点 就是测距仪的点 通过这个测距仪呢 我们可以测量的出来 这个宅的深度是18米 也就是18公分 各位朋友18公尺 各位朋友18公尺什么概念 如果我们以一个楼层的高度 三公尺 18公尺就是六层楼高 你们可以想象 你们的家里面从尾巴走到前面 要走六层楼 要走18公尺这么长吗 好重点来咯 因为它宅大 而且宅又长 那其实以洋宅的基地而言的话 它构成叫做长行屋 长行屋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哪边 在于采光 所以哦 所以你看今天秀华姐 他希望我们帮他解决的一个问题 除了健康 除了儿女的姻缘 刚刚老师已经讲到宅大人 很少已经会让人气去补宅器了 再加上它是长行屋 那就采光对于它面临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最直接最直接的一个影响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李欣老师现在的位置是在这个长行屋 秀华姐家里面的正中心的位置 那我一再的讲 老师刚刚一再的说 宅大人少长行屋 那个人气不足 采光也不足 那采光不足会造成什么样子一个影响 最直接的就是这样子 你们可以看到 在房子的正中间 当然除了这个房间里面有灯光出来之外 其实整个空间是暗的 空间是暗的 如果说我在打上这种灯光的话 各位你们觉得这个画面 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呢 这个画面 各位你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很熟悉这个画面 像不像一间饭店 你们觉得像不像饭店 各位朋友 家里面人是需要情感交流的 可是如果说你这整个画面 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饭店 或者是说你感觉就像一个出租套房的话 你觉得家里面的感情会好吗 不会 绝对不会 而且感情一定是冷冰冰 那你想要求财求官求桃花 那更加是困难 所以第一个解决的方式 各位朋友 长行屋也许在台北市地区 或者是北部地区比较少见 可是如果说是在中部 南部甚至是东部花莲地区的话 这种屋子非常常见 所以如果说各位朋友 你们的家里面也是遇到这种长行屋的话 第一个要解决的一定是采光 那在接下来李星老师会逐步带各位去看 女儿的房子 女儿的房间 两个女儿的房间 然后还有儿子的房间 包括楼下的主卧房 其实各位朋友一进去就可以发现 这个长行屋它对采光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 好 所以如果说就中间这一块 李星老师会建议我们不妨把灯光换成暖光 暖光我们单纯就物理学 它的波长而言的话 它具有温度 而且它的能量非常的强 再来暖光就视觉上色彩学上面 它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宅大人少我人不够 人气不能补宅气 那我们就透过光线来补足 这也是为什么李星老师从第一集直播 一直到现在我们五个月了 四个多月了 李星老师不断的在强调光线光源的重要性 所以只要我们把这整个走到 我们改成暖色光源的话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在两旁多加了壁灯 因为你们看他们都有挂画嘛 对不对 这么长的一面墙 我们如果这多多利用光 还有画来点缀的话 其实整个宅气就透过这种自然生活美学的方式 就被补齐了 好了 那再接下来 秀华姐希望能加强她女儿还有儿子的桃花 两个女儿 一个八十年次 一个八十二年次 讲真的也老大不小了 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遇到正桃花 那以儿子大哥而言的话 七十七年次算下来也应该是要成家立业了 那当然工作还算是稳定 可是桃花同样的一个家里面 三个小孩的桃花其实因缘都很弱 那有什么问题呢? 阳宅风水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李星老师已经看到了 等一下会在各位看 但是在李星老师讲这个 阳宅风水的问题跟解决方法之前 李星老师必须要先给各位朋友一个非常诚挚的建议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帮孩子 我们要求文昌 求课业 求桃花 求姻缘 当然求 我们每个人都要求 人都有求的权利跟机会 但是凡事呢 我们也要反诛自己 反诛自己什么意思? 身为父母的 你们对于孩子的 我们讲说一个教育 或者说给孩子的一种管理的一种方式 你到底能不能够让孩子自己独立成长 能不能够让孩子自己走出去 其实这也是造就孩子的课业 工作桃花姻缘 能不能够透过阳宅风水得到加分 非常重点的一个原因 简单的说 李星老师风水做得再好 但是如果说身为家长的 你对于孩子还是处于一种 过度的保护跟关爱 你没有让他受过一些社会的历练 或者是挫折 其实这个风水 对于孩子的姻缘 桃花 工作 其实帮助是有限的 好 这种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 来 其实进入这个房间 各位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一件事情 老师刚刚有讲过了 宅大人少长行屋 光线一定不足 所以呢 在李星老师身后的这个房间 明显的采光不够 好 那打开 当然打开这个灯了之后呢 采光明显的足够了 那各位 你们可以很简单的看一下 这是两个女儿睡的房间 其实房间 格局非常的方正 非常的方正 它没有任何的压梁 那你说梳妆台的位置也没有问题 而且呢 其实该有的地方全部都有 那这样子的 如此一个格局方正的房间 那为什么桃花一直找不到找不好呢 我们在求桃花 其实我们要找的位置 就是要找睡觉的卧房 那么以姐姐 因为李星老师看了姐姐和妹妹的八字 姐姐呢 她的这个桃花位在正北方 那以妹妹的桃花位呢 在正南方 所以呢 正北方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 请摄影大哥 帮我们看到这一个区块 各位朋友 在正北方的位置 你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很多杂物 应该是说很多衣服堆在这边 对不对 其实任何好的一个位置 不管是柴位文昌位 还有接下来我们要求的 姻缘的桃花位 都必须 最基本的三个条件 我相信如果每集都有在看 看风水出任务的呢 都已经会背了 要保持干净 整洁明亮 可是偏偏 大姐的桃花位 她堆了非常非常多的杂物 而且这些衣服 我相信应该不是刚洗完的衣服 只要不是刚洗完的衣服 其实身上多少都会有点负能量 或是多少都会有点晦气 那你这个晦气 你不管是透过这个气的散发 或是气味的散发 其实你这个桃花位 即便你招来的也是烂桃花 也是烂桃花 所以李星老师会建议 就是说在这个桃花位的位置 我们赶紧把它整理干净 整理干净之后呢 我们点上桃花灯 好的位置要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我整理干净之后 干净整洁没问题 明亮呢 因为本身这个房间采光就不足 非常的可惜 那我们只能透过后天的人造光 我们去来做加强 那桃花灯的话 因为桃花灯 当然无非就是 它是属于红色系 或者是紫色系 那我们只要在这桃花位 点上桃花灯 其实就能够帮助大姐 她个人的桃花位 做到非常有效的一个提升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两个 呃 女生的房间之后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开箱 来揭晓一下 儿子的房间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 那当然 就是毕竟映入也年的 老师还是在说 长行屋就是真的很可惜 晦气煞气 甚至是臭气 他们都会有一个闭光性 都会往比较暗的地方来聚集 那你如果你整个房间里面 都是不好的气的话 其实你健康 或者你要求人员 求桃花都会比较困难 以房子 以弟弟的房间而言的话 来我们很快的来绕过一遍 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 李鑫老师再次强调 弟弟的房间 弟弟的房间 所以这会是一个男人的房间 男人要求桃花 在线上的各位女性同胞们 你们要找一个男朋友 或是要找另外一半 你们会希望你们的另外一半 是一个可靠 而且非常男人 有肩膀有责任感的呢 还是你们会希望找一个非常阴柔 什么事情没组件 什么事情都说你说就好 我随便我都可以 我相信都会比较倾向前者 可是如果说你一个男生的房间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在李鑫老师右后方 这里有一个梳妆台 梳妆台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化妆品 而且这些化妆品看起来 可能都是名牌 这是名牌吗 Dr. Sigrid 不是 不是名牌 李鑫老师对化妆品不是很了解 但是重点 李鑫老师不是要置入化妆品 好吗 重点李鑫老师是说 一个男生的房间再怎么样 你再怎么样 喜欢这种清新的感觉 你也要至少要保持一种阳刚的气氛 或者是说 男生的房间不能够太过于女性化 当然李鑫老师必须说 现在是一个很民主很自由的社会 你的房间你想要怎么样去布置 那是你的自由 但今天如果说回归到风水层面来讲 男人的房间 就是应该要有一些阳刚的气氛 所以李鑫老师会建议 这里 不是说不能放化妆台 而是这些化妆品 我们必须要利用收纳盒 我去把它收纳起来 我这里可以放 但是我不要眼睛就看见 而且不要这样散乱的 放在桌面上 毕竟以梳妆台只要放在房间 它就有它的功能性在 我们绝对不要忽略它 第二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整张床 李鑫老师再次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习惯 也许 这个大哥觉得他这种样子 他觉得我过得很舒服 过得很开心 李鑫老师尊重 我绝对尊重 但是今天我们的任务 是要帮助大哥 你要求桃花 李鑫老师就说一次 大哥 你的床 还有各位朋友的床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持干净 还有整洁 好再来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来各位朋友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哥也知道 我年纪到了 我应该要求桃花 要求姻缘了 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大哥他也喜欢有桃花 好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的床头摆了什么呢 这是什么 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个 像是比翼鸟吗 好 OK 反正他是一个姻缘的象征 为什么 因为他两 两只鸟 他是相当于一个爱心的形状 而且爱心的中间 还有一个爱心型的粉筋 好 我相信 因为现在 资讯都非常的充足 那大部分的人想要求桃花 都会习惯在 床头上摆上一些求桃花的摆件 不管是粉筋 或者是其他的都OK 那可是李星老师必须说 一样在风水你要布局 要达到最大的能量 你要在对的位置 摆上正确的五行风水物 那以哥哥而言的话 其实他真正应该要摆的地方 是正西方 正西方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刚刚李星老师 左手边的位置 所以呢 他摆那个桃花的摆件 有没有像 帮助百分之十 很可惜 如果只要把这个桃花的摆件后 我们去放到正确的正西方 再通过李星老师的这个 开光启动的话 它的效果会达到最大 好 来 那在接下来 我们解决了儿女的这个桃花 姻缘问题之后 再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才是对于这个家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因为秀华姐自从搬进来的之后 包括秀华姐和秀华姐的先生 这个健康的状况 一直慢慢慢慢的在走下坡 那在这个走下坡 那其实他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当然跟他开的大门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其实秀华姐家里面 以他的坐向而言 他是坐北朝南 他是坐北朝南 那以坐北朝南的房子 其实他的病符位在哪里呢 病符位在西北方 偏偏 秀华姐家里面开的就是病符门 好 除了大门之外 其实 其实会造成秀华姐跟先生 两者之间健康状况一再走下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秀华姐的卧房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所以映入各位眼帘 在这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的部分 其实李星老师在说 宅大人少常行屋 采光绝对有问题 采光有问题 人气留不住 人气留不住 你的财气宅气健康运 一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秀华姐而言的话 他在整个房间 其实最需要改善的就是 采光还有通风的问题 那采光和通风的问题 李星老师就会建议秀华姐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灯 把这个灯的部分 我们把它加量改成暖光灯 暖光灯 那同样 那以健康而言 以健康而言的话 如果我们要求健康 我们可以在阳宅风水的天一方 天上的天 医生的天一方 我们去摆放一些 比方说我们可以点灯 点黄色的灯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摆上 附会竹或者是文昌竹 文昌竹除了可以加强文昌位之外 还可以用来求健康 竹子本身也是长寿的一个象征 那以天一方在哪里 这个房间的天一方 就在李星老师 左手边这个位置 画圈圈的这个位置 所以李星老师会建议 建议如果我们要摆放一个天一阵的话 秀华姐她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上一盏灯 点上一盏灯之后 那最后我们再放上去富贵竹 或者是文昌竹 文昌竹摆几根?摆九根 不一样啰 同样是文昌竹 我要求文昌 我摆四的倍数 四根八根十二根都可以 但是我要求长寿 想要求健康 在天一方摆上九根文昌竹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秀华姐 还有她的先生在整个的健康方面有所加分 好了,来各位朋友 今天李星老师带各位参观秀华姐的住家 李星老师再一次总结一遍 宅大人少常行屋 人气会容易不足 人气不足注意 人气就会被宅气给拿去做地补 当人气拿去补了宅气之后 你的财富,你的工作,你的姻缘,你的健康 就会因此而走下坡 即便我们透过洋宅风水布局的话 也会容易事被公办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通过风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灯光 我们先透过灯光的方式 我们来做补强 来做补强 那当然啦 如果说各位朋友 你们自己本身 本身在这个经济 或者预算上面允许的话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解决方式 我们可以把整个格局 我们做一些修正 我们把整个宅 宅大的部分 我们做一些填补 做一些填补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家人 聚集在这一个地方 聚集在这一个地方 那如此我们就能够弥补宅大 人少 人气不足的情况 好的 来 那么我们今天 线上有朋友有问问题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回答线上 朋友的一个问题 他说 整个房子都很暗 Yeah 文昌煮白酒跟 好 好 那是天鹅 OK 好 OK 来 那么今天 哇 我们今天现在很开心 邀请到了我们秀华姐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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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动的秀华姐 秀华姐本身 很 他比较低调 他本来不想要露脸的 在今天刚来的时候 那秀华姐她觉得 但是她也觉得很感恩 因为毕竟你说 家人的健康问题 然后包括儿女的这个 姻缘的问题 一直困扰她 好 那其实今天 给秀华姐 包括秀华姐的先生 一些风水上的 洋宅风水规划的建议之后 那我相信 对于秀华姐 家人的健康 还有儿女的姻缘问题 绝对会有很大的改善 好 谢华姐 谢谢老师 秀华姐 这个搬进来多久了 这里啊 住了三十年了 住了三十年了 哎呀 这真的可惜了 三十年前李星老师 OK 什么 秀华姐 秀华姐问有没有穿堂萨 是不是 好的来 李星老师先说 穿堂萨 其实我们讲穿堂萨 要指的是 我一开门 就看到我的落地窗 或者我一开门 我就看到对面的窗户 这才有构成穿堂萨 那以秀华姐而已的话 因为她的门 来 我给线上帮秀华姐解惑 因为她的门是开在这边 所以一进门的话呢 其实看到这面墙 那其实这样子 就不构成所谓的穿堂萨 那但是秀华姐可能会担心 就是说 因为毕竟房间在对面 房间在对面这边 所以秀华姐自己本身呢 她在这里做了一个 她算是相当于屏风 一个柜子的装置 所以呢 其实只要这样装的话 就不构成所谓的穿堂萨 秀华姐可以放心 然后 那当然啦 就是秀华姐在房间里面 她也相当用心 各位朋友 你们刚可以注意到 其实房间都有加装一些厚重的窗帘 或者秀华姐都有把窗户 改成雾面的玻璃 当然这样子对于化解穿堂萨 非常有效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说跟房间的采光 跟穿堂萨比较起来的话 李星导老师会建议各位 房间的采光绝对不能够牺牲 特别是灾大人少的长行屋 好 今天非常谢谢秀华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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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朋友 谢谢 好各位朋友 今天风水出任务 我们任务 各位朋友 如果说你也希望李星导老师到你们家 帮你们做风水规划跟鉴定的话 记得在今天直播之后 跟我们的小编思绪联系 那当然李星导老师在美籍的风水出任务 都会带各位到全台湾的各地 当然今年因为行程都排满了 所以主要还是集中在新竹以北 但是明年我们会积极的跟公司来争取 我们要去照顾 我们要去照顾 中南部的朋友 那你说好不好 OK 好 风水出任务 我们下个星期二 两点钟同一时间线上再见 拜拜